從小我家客廳就是舞蹈社 我從小就看人家跳舞 看我媽媽每天在編舞 其實在藝術這種東西 它一定會受到它的原生家庭 它的父母親的影響 但是你如果你學完了之後 馬上就去接棒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產生 因為你沒有新的養分 你再怎麼樣都脫離不了 上一代的東西 其實我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也有考慮過去幫我媽的台北民主舞團 後來我還是決定出國了 因為畢竟那時候藝術學院就學現代舞 然後我就出國十年 出國十年之後再回來台灣 我就覺得會有幫助 那視野不一樣 我媽是一個工作狂 她就是 其實我有時候 在不斷的工作 不斷的編舞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彷彿回到小時候 我看我媽那個畫面 就是自己投入其中 常常就是忘記周遭發生什麼事 對 而且她最重要的是她很固執 真的藝術家 真的是舞蹈藝術家 你要固執才可能做得下去 對 然後我發現我遺傳到她那種固執 對 然後如果說真的要跟她說什麼的時候 我真的是 我想說的就是要多休息 不要再這麼累了 要就是要 怎麼講 想親父啊 對